NAMI 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效应 就是到了一定的尺度 NAMI 尺度以后 有所谓的量子效应 最难的一点 就是把 NAMI 的概念 用到催化上面来 实际上我们现在找到的桥梁 就是线域这个概念 就是通过 NAMI 线域 改变了这个特性以后 来改变催化剂的活性 对于我们这个化学反应来讲 我一定要它活性高反应快 空间的限制 它本身的这个结构啊 性能要发生变化的 就是我们实际上就通过 这个线域的这个作用 去调控它的这个电子结构 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 精准调控化学反应的一种手段 这个方法呢有很多优点 但是它也有一些这个不作为地方 它缺点的地方呢就是说 这个反应过程当中 要用到大量的氢气 你要用大量的氢气呢 你就会消化水 也会放出二氧化碳 最后呢还会排除这个废水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当中呢 就是改变了这个 这个飞托的这样一个路线 就是我们在这个反应当中呢 我们就不用清了 就直接用一氧化碳 跟另外一个一氧化碳反应 那么这样呢就是 就是不用水去生成氢 也不产生废水 也就是说水的这个循环呢 我们就把它就去掉了 一个好的催化剂 使这个化学反应 反应得既快又好 那么你快了以后 那你效率就高了 最为好就是 你想得到的东西就有多 那么不想得到的东西就有少 那这样呢整个就是 污染就少 碳排放可能就会少 实际上就是来 促进化学反应 向我们需要的这个方向去发展